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小罗伯特 肯尼迪 Robert F. Kennedy Jr.的总统竞选背后的家族风波 这位独立候选人不仅面临着外界的质疑 甚至连他的家族成员也对他的选择表示强烈反对 大多数肯尼迪家族成员支持现任总统乔·拜登 并担心小罗伯特的竞选会损害拜登的连任机会 从公然的批评到私下的担忧 家族的意见分歧愈演愈烈 小罗伯特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家人的爱 但显然这无法消解家族内部的紧张局势 我们将会看到 像凯瑞 肯尼迪 Kerry Kennedy这样的家族成员 对兄弟的言论和行为直言不讳 甚至名言他们的支持对象是拜登 其他家族成员 如约瑟夫 肯尼迪二世和汤森 凯瑟琳 Kennedy Townsend 也强烈表达了对小罗伯特的失望 认为他的行为有背于肯尼迪家族的价值观 这场内部斗争究竟会如何影响小罗伯特的竞选之路 他能否克服家族的反对 继续他的政治梦想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肯尼迪家族的分歧 小罗伯特 肯尼迪总统竞选的内幕 独立总统候选人小罗伯特 肯尼迪 Robert F Kennedy Jr 的竞选活动 引发了一场家庭内部的激烈争论 作为肯尼迪家族的一员 小罗伯特 肯尼迪的政治决定 不仅在家族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 更在外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家族的分裂 自从他宣布参选以来 这位从民主党转位独立候选人的小罗伯特 肯尼迪 就一直受到家族成员的批评 认为他的竞选会损害现任总统乔拜登 周拜登的连任机会 许多家族成员在4月的费城竞选活动中公开支持拜登 而小罗伯特 肯尼迪则在社交媒体上发表长篇文章 表达对家人的爱意 并淡化了这些批评 我听说我的一些家人今天会支持拜登总统 我很高兴他们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这是我们家族的传统 我们在意见上有所分歧 但在彼此的爱中是团结的 小罗伯特 肯尼迪写道 然而 这些话与未能平息家族内部的反对声音 克里斯托弗 肯尼迪 Christopher Kennedy 在小罗伯特 肯尼迪决定 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后 对Politico表示 我们爱我们的兄弟 我们爱我们的党 我们爱我们的总统 这种对家族和政治忠诚的双重压力 使得肯尼迪家族的成员们 在公开场合中表现得小心翼翼 兄弟姐妹的批评 小罗伯特 肯尼迪的姐妹之一 凯瑞 肯尼迪 Cary Kennedy 是家族中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 他在4月的一次集会上支持拜登 并表示拜登和特朗普 是2024年唯一重要的两位候选人 他说 拜登总统一直是我父亲和叔叔 所支持的所有权力和自由的捍卫者 肯尼迪家族支持乔 拜登竞选总统 凯瑞 肯尼迪还强烈批评他的兄弟 特别是在他声称 COVID-19是种族定向 以避免阿什肯纳自由太人和中国人时 他说 我强烈谴责我兄弟上周 关于COVID-19的可憎和不真实的言论 他的言论不代表我的信仰 也不代表罗伯特 F.肯尼迪人权组织的立场 我们有超过50年的历史 致力于保护权力 反对种族主义和一切形式的歧视 前国会议员约瑟夫 肯尼迪二世Joseph Kennedy II 也表达了对他兄弟竞选活动的不同意见 他说 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来剥夺拜登总统的一票 你把肯尼迪的名字放在选票上 民主党人会感到矛盾 我们试图让他们明白 这是一个他们不必感到矛盾的问题 家族的历史和价值观 前马里兰州副州长 凯瑟琳 肯尼迪 汤森 Kathleen Kennedy Townsend 在拜登竞选活动后 在X上写道 很荣幸与我的家人一起支持乔拜登 他将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刻 继续保护我们的权利 自由和民主 小罗伯特 肯尼迪的妹妹 罗莉 肯尼迪 Rory Kennedy 多次谴责他兄弟的竞选活动 他说 暴比可能与我们的父亲同名 但他不共享相同的价值观 愿景 或判断力 前国会议员 约瑟夫 肯尼迪三世 Joseph Kennedy III 告诉NBC新闻 他叔叔的竞选活动 可能会转移对拜登总统的支持 并最终增加对唐纳德 特朗普的支持 斯蒂芬 肯尼迪 史密斯 Steven Kennedy Smith 表示 他的叔叔没有RFKSR的愿景 价值观 或判断力 这些强烈的批评 反映了家族内部 对于小罗伯特 肯尼迪竞选活动的深刻分歧 暴比 施赖福 Bobby Shriver 则批评了一个 使用他叔叔RFKSR形象 来推广小罗伯特 肯尼迪竞选活动的超级玩广告 他说 我表兄的超级玩广告使用了我们叔叔的面孔 还有我母亲的 他会对他的致命医疗观点感到震惊 家族成员的联合声明 在小罗伯特 肯尼迪宣布支持特朗普后 他的五位兄弟姐妹发表了联合声明 表示 我们希望美国充满希望 并由共同的愿景团结在一起 这个愿景包括个人自由 经济前景和国家自豪感 我们相信 哈里斯和沃尔兹 我们的兄弟报比 今天支持特朗普的决定 是对我们父亲和家族 最真实价值观的背叛 故事的悲伤结局 其他家族成员也支持拜登 包括泰德 肯尼迪二世 Ted Kennedy Jr 贝斯 肯尼迪 Beth Kennedy 克里斯托弗 肯尼迪 Christopher Kennedy 麦克斯维 泰勒 肯尼迪 Maxwell Taylor Kennedy 维基 斯特劳斯 肯尼迪 Vicky Strauss Kennedy 凯瑞 肯尼迪 梅尔策 Kerry Kennedy Meltzer 麦克斯 梅尔策 MaxMeltzer 彼得 麦开尔维 Peter McKelvey 和利贝卡 麦开尔维 Rebecca McKelvey 家族的未来 小罗伯特 肯尼迪的竞选活动 不仅在家族内部 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也让外界看到了 这个著名政治家族 在当前政治环境中的不同立场 这些分歧 反映了肯尼迪家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也显示了他们 对于未来美国政治走向的深刻关切 随着2024年总统选举的临近 肯尼迪家族内部的这场争论 可能还会继续发酵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小罗伯特 肯尼迪的竞选活动 无疑已经成为 美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 家族成员们的观点和立场 也将在未来的政治进程中 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我们不应该小看小罗伯特 肯尼迪的独立参选 这是一种对传统政治格局的挑战 他的竞选活动 让人们重新思考权力结构 还有对于现有政党的信任问题 别忘了 亚伯拉罕·林肯当年 也是共和党中一个不知名的小候选人 结果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哎呀 楚天书 你这是把小罗伯特肯尼迪和林肯相提并论吗 这真是太搞笑了 林肯可没有在大选前说过COVID-19是种族定向的言论吧 他的家族成员都表示了对他的反对 这已经说明了问题 这就像你去餐馆吃饭 结果厨师自己都不愿意吃他做的菜一样荒谬 其其 我们要看核心价值 而不是只看表面 小罗伯特肯尼迪的家族成员反对他 这更多的是因为政治利益的矛盾 历史上 家族内部分歧并不罕见 就像古代的秦始皇 连自己的兄弟都不支持他 但他依然统一了六国 这里面有很大的策略和决心成分 嗨 楚天书 你这是在给小罗伯特肯尼迪戴上紫金冠冕吗 这样类比不太合适吧 秦始皇是有军权和实力的 而小罗伯特肯尼迪只是个独立候选人 甚至还被自己的家人批评 这就像是权力的游戏里的Little Finger一样 野心很大 但实力却差得远 奇奇 别忘了 美国政治就是一个大舞台 充满了意外和转折 就像剧本里的角色一样 有时候反派的转折反而更加吸引人 小罗伯特肯尼迪这么做 也是在打破常规 给选民提供多一个选择 而且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 近年来美国民众对两党制的信任度持续下降 这正是独立候选人崛起的好机会 楚天书 你的话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给选民多一个选择 这样的选择不就是让拜登和特朗普的选票更加分散吗 这就像是让一群小孩在玩抓揪游戏 结果把揪全都抢光了 最后谁都抓不到 再说了 肯尼迪家族的支持可是很有分量的 他们反对小罗伯特肯尼迪 说明了这个竞选活动根本没有希望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